歌手第六期歌单,张韶涵唱影视经典华晨宇曲目亮了,不为歌手是他。 仅有一个星期就将迎来2018年春节,为保证节目正常播出,忙过台歌手栏目组早早就做好了节前录制安排。 按照计划,明后天将连续录制两期,期间将再度迎来一场淘汰赛,还会有新的部位歌手加盟,尽管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但部分彩排歌单还是游出了。 在上周四的第五期录制中,来自菲律宾的踢馆歌手K.Z.Kandinen以一手Rolling in the Deep,丽压JesseJ和华晨宇夺得冠军,并淘汰张天。 按照赛制,接下来的第六期再度迎来淘汰赛,将会有一位在线歌手离开舞台,而在第七期会迎来新的部位歌手。 从目前曝光的录制信息看,两期节目的录制时间分别为明天和后天,前几天在微博宣布加盟的草原歌王腾格尔以第二位部位歌手身份亮相。 除了录制时间和部位歌手外,大家最关心的歌单也出炉了,第六期张韶韩将继上周改编老九门片围曲电玉丝后,再度挑战经典影视人生追梦人。 这首歌是罗大佑作词作曲,凤飞飞演唱的歌曲,曾作为电影《天若有情》和电视剧《雪山飞狐》的主题曲和片围曲。 前两期成绩不错的华晨宇这次选择了周杰伦的《双结棍》,按照他这两年上音乐类节目的表现看,估计还会进行改编,目测又要嗨爆全场。 另外,汪峰继续坚守自己上节目的初衷选金曲一珠,这次演唱的是《夜猫》,但目前还不知道是马赛克乐队还是张强,或是叮当演唱的歌曲。 还有一位被爆出演唱曲目的歌手是李全,他选择的是林佑佳2008年发表的演色,这首歌曲曾被胡彦斌在第三季《我是歌手》的第六期上演唱过,这次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新诠释。 不管怎么样,面对淘汰赛,相信七位歌手都会放大招使出浑身结束,应该又是非常精彩的一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